《明報》 韓教授涉迫舊生食份飲料 2015年7月15日國際A32韓國 警方昨日宣布拘留了一名大學設計系教授及其三名舊學生 懷疑他們強迫該教授另一名舊學生食份飲料 還對他施以其他殘暴行為,成南市中院區警察局發表聲明稱,這名教授2013年僱用一名舊生在自己經營的組織工作 並向對方施暴,他與另外三名受拼的舊學生涉嫌用球棒和其他武器斗打受害者 理由是受害者不但犯下專業錯誤,品行也不佳 被告有涉嫌將膠袋套住受害人的頭,並在膠袋內部噴胡椒噴霧 更至少16次強迫受害人吃他們的糞便和喝尿液 這名教授還被控強迫受害者在餐廳工作,然後拿走他的薪金 迫在餐廳工作員工報警揭發警方稱,受害者忍受寂寞,希望教授可以幫他找到工作 但餐廳員工向警方通風報信,令事件曝光 警方拒絕提供者名教授和另外三名疑犯的性命和資料 受害者性命也未公開 警方拒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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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方拒絕